在以前國內的木材,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外國增口 在文書都會增加不少的拖牌坊 因此,林伯教就來推動國山材價位 日前林伯教就來跟李倫鄉四番地社區 基本出走在武林的庫町 一般就有多久,來給民眾實際國山的木材 也知道,使用國山木材的好處 不管是大人還是緊張 大家一起用木材來做哪兒 這天在李倫四番地社區的活動中 先基盤後出走哪兒的活動 老師不來教怎麼做 也要讓民眾實際國山木材 知道用國山木材的好處 這個課程,因為我們已經持續上五六年了 我們都比較知道國藝木材是怎麼演變 或是一些製作的過程 所以讓我們去了解這些木材 對啊,對啊,對啊 我們今天來做這個上課 就是要用國山的比較好 那也很漂亮 盡量大家都用木材,盡量用國山的 早期台灣木材大部分都是來煮國外 但是因為陣口會有拖擺放的問題 因此,任務局就來提供 使用國山木材 希望做出來達到 整齡減土的效果 早期台灣的木材 百分之九十九點幾 都是依靠進口 然後進口的材料 它必須要經過這些運輸 然後又會受到匯率的波動 甚至於在運輸的過程中 它是一個碳的足跡來講的話 會釋放出很多的二氧化碳 釋放到我們空氣中 對我們環境來說是一個 不好的一個影響 再加上推廣碳權 推廣這個國產材 最主要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在地的素材 然後減少這些材料的運斑 等等 多利用這個國產材 也可以促進我們林木的生長 然後達到呢 所謂的節能減碳的一個效果 四川地社區發展協會表師 為了配合林務局的林藥價位 還會來辦理清理理論主任部隊 以及相關華東和庫町町町町 民眾如果是有興趣 歡迎周回來參加 我們社區贈養 我們的步道已經有第七年了 所以我們才有這個林業計畫的課程 那我們四川地社區 配合林務局的林業計畫 我們年度的內容 包括清步道 還要辦兩個活動 年度也要三個課程 所以今天是我們第一個課程 希望民眾多多來修容 還有散步不在 鹹酒拐敗風 讓環境更好 記者是他以前 柴鳳報道 我們要來修容 我們要來修容